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团旗下高端执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讲学习的支点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Transformation算子的Map和Filter还有FightMap还有Simple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中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勾结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有海量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也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那这节课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算子叫做FightMap 那上节课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 这个我们每次打印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些日志文件对吧 那么那些什么info的打印呢看起来效果太多了不太好 所以此时呢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文件 就log4gproperties配置文件 那大家需要将当前这个文件呢 粘贴到man下面的这个resource 这个资源文件加下粘到这里 那这个文件中主要做的一件事只有一个 就是将当前原有的这个位置是info啊 同名info级别提升成error级别 那只有error级别呢才会打印在控制台上 那原有那些info信息呢就不会打印了 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不用看到那些凡人的这个日志信息了 所以此时呢就是配置一个log4g啊 处理那什么叫做压平呢 这里给大家简单模拟这么一个场景啊 首先这里我们先创建一个rddrdd4啊 等于这里咱们出入一些数据啊 假如说这里array ararray 小号这里我算一下号 假如说有a b a 空格b 空格c 那这里再动号 然后呢我有一个b 空格c 空格d啊 那此时我们会形成一个rdd 里边是即可放过来 对吧 那此时呢 假如说我们对当前这个rdd进行便利 进便利 如果便利呢 这里我们以空格进行区分 也就是说 在这里我想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啊 我想得到这么一个 就rdd中号 然后这里啊 假如说我给一个死据 对吧 然后呢 等于在这里一个什么小块 这里什么a 动号b 动号c啊 动号d啊 动号 这个c啊 动号这个d啊 这个bc啊 我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那在这里大家想 我是不是肯定 如果想这样做的话 首先第一点 我是不是得便利 当前那个rdd中的数据 进行一个处理啊 对吧 所以这里根据我们现在所学呢 我们可能会得到这么一个做法 也就是rdd5啊 咱这么说吧 就直接rdd4 点map 直接便利 对吧 那便利的时候呢 会取出当前这里的每一个元素 同意吗 咱们是否可以取出这里的每一个元素啊 对吧 那此时在里 我们下游线点 split 是不是可以对这里的每一个元素 进行一个拆分呢 咱们是不是就以空格进行拆分 但是此时需要大家注意啊 我们所得到的rdd呢 就会形成这种一种样式啊 咱们也假如说rdd5啊 那这里咱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 在一个rdd中呢 存储的都是一个一个array数组 并不是我们上面想要的直接这种数据 就是abcd dcb这种啊 bcd啊 bcd 那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啊 并不是想要的这种 而这里边是什么呢 是一个一个数组啊 一个一个数组 那此时呢 在里map呢 就达到不了这种效果了 那我们可以用谁呢 就可以用fetmap 这个fetmap呢 会将当前这里边这个数组 再一步进行拆分 拆分成我们想要的这种数据 也就是说 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也就是当前rdd4. 当前fetmap 然后依旧是用当前下斜线. seplet对当前的每一个元素进行拆分 那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大家看好了 是不是就是当前将rdd5啊 rd5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 原来如果我们用map拆的话 那是不是rdd中所存储的数据是数主啊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用fetmap拆的话 是不是里边就已经成单独的一个一个字幕串了 那这个时候再打印我们想要的rdd 再打印我们想要的rdd啊 那此时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了 所以这里这个fetmap的主要作用 其实就是将里边那个数主啊 压缩成我们想要的这种扁平化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我们这里再得到的效果呢 就是一个这种形式 一个一个的 不然的话 同学记住啊 你得到的里边都是一个一个数主 所以这里需要大家注意啊 这点需要大家注意啊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fetmap呢 可以将这种复杂的数主 这种数据类型 直接给你压成这种直接数据的模式啊 直接数据模式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fetmap ok 那这节课我们到这里